郭碧婷拷问向左寝室 听完向左的回答 网友毫无求生欲 在节目中 有一次郭碧婷和向左俩人来到了一家扶乳店 本来是想给郭爸爸买礼物的 没想到这两人先吃了起来 因为那家店里向左的母校很近 因此碧婷就问他之前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吃过 就是这么一个话题 进而演变成了拷问向左的寝室 向左在回答的时候 也是有啥说啥 先是说自己在出国前没谈过恋爱 又说自己是只是暗恋等等 以至于不少网友在听完后 纷纷表示这回答简直毫无求生欲